根据小溪去冒险吧 嘟嘟 小溪的奇幻之旅 第31集 怎麼會有這些照片啊 嘟嘟 這是哪裡發出的聲音啊 是我呀 我是你的心臟 你怎麼會說話了呢 我不僅能說話 還能知道你想說什麼呢 那你猜我想說什麼 這下看你怎麼是我說話 我一直都肯定能把你雷灰 這可真是個傻孩子呀 你又是哪裡發出來的聲音 我是你的大腦啊 啊 哼敢說我啥我就猶豫你 怎麼消息了啊 是啊 不是 怎麼什麼 我太累了 我要換掉心臟和大腦 我要把你們倆全部換掉 是耳朵撒了謊 是耳朵在搞鬼呢 剛才大腦和心臟的聲音 都是我讓你聽到的 好玩嗎 你是誰 我是金靈兒 剛剛是你撒謊了嗎 其實根本沒有聲音 是你故意讓我聽到的 是啊 我還能讓你添加更多聲音 好厲害呀 我 我想聽到媽媽的聲音 可以 但是你得幫我一個忙 什麼忙 這是哪裡 這裡是沉睡花園 這裡的一切都在睡覺嗎 這裡被百靈鳥之王所控制 百靈鳥之王吸收了這裡所有的聲音 所以這裡被稱為沉睡花園 可是為什麼要來這裡 因為我知道 只有你才能拯救我的家 這裡是你的家 我的原型是一隻沉鳥 百靈鳥播得我們聲音的時候 是一個老婆婆 把我變成了一隻精靈兒 媽呀 原來你是一隻鳥 我必須要打敗百靈鳥 喚醒沉睡花園 你願意幫我嗎 我要怎麼做才能幫你 聽說你有神奇的手鍊 可以打敗馬林菲森 可是我的手鍊已經弄丟了 啊 那我們就去找 抗胖胖雄 可是我再也不想去馬林菲森那個地方了 胖胖熊 我到底该不该帮精灵儿啊 小朋友们 喜欢我们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 加订阅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